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涛批民进党说草菅了命 结果夏立元竟然立即附和 说会监督民进党政府妥善处理 这个在附和中国是真的不演了吗 要当中共的小弟连演都不演了吗 难怪有人说 这会不会是现代的吴三桂呢 这个时候看到夏立元 才说要监督民进党的政府 而高津素梅现在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他就火速安排了海委会陆委会 两个会下个礼拜 要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做专案报告 如果再加上要缩短中配入籍台湾的年限 那我们看看蓝白两党那他们的首要任务好像就是要帮中国清除障碍 开国安的大门开国安的后门前后门一起开 给中国大大大大地进来吗 现在网友炸锅都在问的时候看到了蓝白两党 不只和中国没来眼去 自己的表现也是让选民瞠目结舌 那我们看到新竹县长杨文科 昨天被搜索 五十万交保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今天轮到了金融市长谢果良 出庭应讯 向检方说明他二月一号 是否强制接收东岸广场商场的事情 记住杨文科跟谢果良都是用被告的身份 不是正人身份哦 这是不一样的哦 不过柯文哲也不甘寂寞 他现在抛出了 他说要设立小草咖啡厅 准备2026年地方大选的议题 结果一抛出来马上被人家说 你政党怎么可以经营事业呢 就违法 他马上话题一转说 没有 这是支持者自己要开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么会拗 那大家想这就是柯文哲的本性吗 相关的议题值得大家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范云 范老师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台座市议员周永鸿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资深媒体员陈敏峰 明峰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财经专家徐亲皇 亲皇 勇哥好 大家好 国民党前中常委我们的田芳伦 部长好 国家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郑州朋友员张艺山 医生 勇哥好 大家好 先让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媒体的大标题说 宋涛批民进党政府炒监人命 结果夏立言立即附和会监督政府 妥善处理金门事件 哇 一唱一喝 这实在是大家认为有够离谱 这个时候高金素媒也立即出手了 内政委员会下一周要排 中国渔船翻复专案报告 所以陈建仁 行政院长说 夏立言叹宋涛的说法 令人感到不解 也对我国依法执法的海巡人员相当不公平 所以这相关的问题 真的值得大家要好好地来注意跟探讨 我们先看个相关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与国台班主任宋涛 在上海孤王二会的和平饭店见面 这是两人台湾大选落幕后首度会面 宋涛一开口就是九二共识 国共口径一致 在惊吓海域翻船事件 跟一起把矛头指向绿营 宋涛痛批民进党政府 粗暴对待大陆渔民 致两人遇难 草菅人命冷漠无情 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 绝不容忍 中方坚决维护渔民合法权益 中方炮打绿营 但身为台湾最大在野党 夏立言却没挺自己人 反汗中国一鼻孔除气 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 也许透过国台办 向家属也表达我们抚慰的意思 我们会敦促 会监督民进党 一定要能够妥善地 处理这件事情 夏立言不但没有为辛苦执法的海巡发声 反而附和说要监督民脑政府 令台湾人民感到气愤已经难过 国民党是不是已经沦为中共的小弟呢 再次提醒国民党 不要再陷入中国统战的框架 也不应该抹灭海巡同仁的辛苦 甚至忘记了这个保障渔民的权益 每回两岸关系敏感时刻 夏立言就跑到中国去 这回不但没有替辛苦的海巡弟兄说话 还唱歌中国 一言一行 国人都看在眼里 所以看到立法委员 那位人怎么讲 他说夏立言完全让人民失望 且对不起台湾 不仅没有传达正确的讯息 还成为中国打压台湾的武器 那林楚音那更是不客气的直接讲 夏立言啊 你直接示范现代吴三桂 不守护家园 还想开门一道让门户洞开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 那看看几个相关的标题 自由时报 中国快艇翻误事件 陆委会呼吁中方 停止对台湾的负面举措 我们看到招国台半批冷血 管闭林说 你看看我的体温 怎么会冷血呢 当然这个就是最棒的一个 情绪控管最好的一个回应 国来办批管闭林冷血 苏子云说 共党放纵非法愉悦 这才能血 学者说的可真好啊 金黄 对这个对于夏立言 他去跟宋涛见面的时候呢 面对宋涛在讲说 台湾草菅人命的时候 那我只想问的是 正常的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你面对宋涛这句话的时候 你不是都应该讲一句话叫做 支持海巡弟兄严正执法吗 这不是才是正常状况吗 要不然海巡弟兄 难道就双手一摊以后 看到类似的侵入海域的行为 都当作没有看到吗 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看到状况 不是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夏立言这一次代表国民党去 我都很想问说 这难道是国民党的态度吗 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夏立言讲的 你看 夏立言这个 在中国官媒在问他的时候呢 他说反对外国介入台湾事务 那我只想问一件事情 什么叫外国介入台湾事务 定义是什么 那外国协助台湾 去把潜见做出来 这算不算这个介入台湾事务 外国协助台湾加强防务 算不算是介入台湾事务 中国讲的这些话 中国也是外国 外国 中国不是介入台湾事务吗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夏立言的去的这件事情 把本来单纯我们说是个意外事故 现在把看起来把他上纲变成叫政治事件 至少看起来宋超是站在这个角度吗 要不然我只问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海巡艇 然后跟中国的这个渔艇之间所发生的事故 那为什么需要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是可以查出哪一个真相 你告诉我 现在要的是我们的金门地检署 把真相查出来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开始呢 这几天的真相陆续的浮出来 第一个是这个真相的部分 是我们看到 这个是当时呢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图 这是海巡 蓝色是海巡艇 红色是中国的这个渔艇 所以你看到前进的方向 是在这个部分跟海巡艇接近的时候 在1.08分左右呢 他其实看起来要往这边转 往这边转 注意往这里转 相当于是往哪里转 是要往右转 然后我们讲说对 虽然没有录影 但是有科学证据 什么叫科学证据 这艘船这艘渔艇被台湾扣下来了 所以你看到新的资料里面 被扣下来的中国的渔艇 他的这个我们讲说 他的这个悬外机 这两台的悬外机 悬外机里面 大概就包含他的推动机 也包含他的这个变速 变速箱也都在里面 都在悬外机里面 这个悬外机的角度呢 他是向右边的 换言之他的船 有可能是他在转 他是要向右转的时候 打到最满 然后同时也看到 他推动器是踩到最底 换言之他是加速前进 所以反而透过他的还原 让我们知道说 不是说我们海巡 请要去这个检查他的时候呢 他停下来 没有 他是选择赶快加速 他要逃开的 然后所以才会产生在海上 造成这个翻覆的状况 所以好 这些是客观的事实 大概未来几天呢 金门地检署会还原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要问的是真相的时候 现在跑去告诉大家说 台湾要接受九二共识 大家就可以继续往下谈 然后夏立言再去告诉对岸说 他会帮忙监督 台湾的政府 我再问一件事情 请问这个帮忙监督台湾的政府 难道是夏立言是去帮国台办 或者说帮对岸去监督台湾的政府吗 请问这样说对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 从里面看到许多的角色错乱 而这角色错乱 看起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夏立言去看起来 讨好中国的几率 看起来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看到夏立言去 真的是另外一种的国共合作 那中国说反对外国干涉 我们台湾反对你中国 你就是台湾的外国 我反对你中国来干涉 我们台湾的事务 你为什么对台湾说三道四呢 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永鸿 所以看到了国台办 他们的方腔走板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 没有想到国民党竟然配合 继续方腔走板 难怪被批评说 这叫做现代无三贵 夏立言真的是现代无三贵 他完全在配合中国 做大内宣跟大外宣 完全配合中国 我觉得非常的过分 为什么 你今天跑到中国去 你每次都选在 这个敏感的时机去 裴洛西来之后要去 人家军演你也要去 我们今天出了这个 金门的快艇事件 你也要去 然后尤其这个国台办讲说 台湾草菌人民的时候 你还配合讲说 要监督民进党政府 你还忘了一件事情 你去你是代表台湾的国民党 台湾国会最大党 你不捍卫我们海巡兄弟 你执行业务 我就讲一个可能的状况 我们海巡弟兄在海上 执行业务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危险 包括被冲撞 不要说他去追捕 包括如果是海巡 的弟兄们被冲撞 包括他上到这个 这个珊瑚的传播里 有很有可能面对是 对方有可能会推挤 甚至有枪械 这些生命危险的时候 那你要站在哪一边 今天就只有两个单纯的事情 一个叫做治权 在我们的海域里面 你看到珊瑚的传播 我怎么知道他是中国来的 还是越南来的 还是菲律宾来的 我当然不知道他是哪里来 他就珊瑚了 我怎么知道他哪里来 谁会针对你中国人 第二个是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当然会有遇 他进来我要把他驱离 他如果驱离往中国的方向跑 也不会再追了 因为都出去了 我不会到你的海域 是他又往我们这边跑进来 他是来捕鱼 看起来不像渔船 是来走私 还是人家说来吃汤子 就是要偷渡的那种 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的治权 至于我们的执法上 有没有瑕疵 这是我们治权内部的事情 关中国你国台办什么事 就这么简单 法律上的概念 但是我不相信夏令元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演了 完全不演了 夏令元去要讲 配合这个宋涛讲这个 他要配合说 我来监督民进党政府 然后高金素媒 你看一选上招委结束 马上就要排一个专案 说要讲这些 真的很奇怪 你们心中就是 反正台湾是对的 你们就要把他讲成错 台湾海巡弟兄执法是对的 你就要把他讲成草菅人命 台湾主张我们自己的权力 治权行使的时候 你就说是我们不不不手法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够了 就是够了 不过方仁 奇怪了 为什么夏令元 还有国民党 好几次夏令元 每次都跟这么刚巧 都这么刚刚好 不过他这次讲的话 真的让我们民众炸锅了 竟然说会监督政府妥善 处理金门事件 来配合他讲的草菅人命 国共政策 有什么合作呢 夏令元副主席他讲的东西 其实并没有脱离掉 国民党的核心价值 难道这件事情不应该被 审慎的处理吗 难道这件事情不应该被监督吗 难道这件事情 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录影带 没有相关的证据 然后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四四六六结案了吗 我觉得这样子 没有要结案 还在办 所以从来没有人讲要结案 是不是要内容 对我觉得对于一个在野党 对于国民党的立场来说 本来就是应该要先去搞清楚 说到底我们这样子的 执法细节有没有错 如果有错 如果到未来 不好意思 可能有这个过时致辞罪 那这些东西 要不要去做一个监督 我觉得当然是要 2013年的时候 发生广大新语转号 当时不论朝野立委 也都是要求希望 什么 希望菲律宾的警方 把这个影带提供出来 人家菲律宾有提供出来 人家菲律宾有去惩处 他们当时的这个舰艇人员 当然当时他们那个情况是开枪 跟我们现在发生这个冲撞意外 绝对有程度上不同 但是我觉得 回归到核心位置 今天不管对方是谁 都是始终是两条人命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号称我们是 人权民主法治 那就给人家看看 我们是怎么样人权 怎么样民主 怎么样法治的嘛 今天法治的精神 就是把证据提供出来 可惜的是 到目前为止 不管金门地检署 结束没 证据就没有出来 好 那义上其实广大兴事件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那是个国际法的事件 所以他在这个水域里面他开枪等等 那个开枪是直接就是要伤人跟这个翻覆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用这个来比喻是不伦不类 我不客气的讲 不过 义上怎么来看下的眼 我觉得刚才讲不演 其实叫配合演出 为什么叫配合演出呢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单纯看非常单纯 就是强盗如果开张车 拒绝领检 然后撞警车 造势逃亡的时候 结果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诶 没 你们那个警察要负责 要道歉 啊那个 这个地区是黑帮管的 就中国管的 所以那个我们不应该造势 我们应该闹事 我们就直接交给中国管 那夏立妍为什么叫配合演出呢 夏立妍的主子是谁 是你们党主席朱立伦嘛 如果今天夏立妍说 我们应该强力监督民进党政府 是对的 是朱立伦主席 我没有意见 他今天是对宋涛 对这个黑帮 黑帮为了说你造势 你这个所谓的小弟 已经造势逃亡了 结果他还升高叫小弟 来围我们的金门海域 结果你不去谴责中共 你面对中共的这个闹事的时候 你去讲说 我们会不会监督民进党政府 你是对谁讲 你是对宋涛讲 你不是对台湾人民讲 你交代的是宋涛 不是交代给台湾人民 你怎么会对黑帮老大去交代呢 而不是对台湾人民去交代吗 这件事情警方有责任 金门地检署已经在侦办了嘛 我们都交由金门地检署 我们的司法管学要权是在台湾 是在金门地检署嘛 你为什么要去跟宋涛报告 你跟宋涛报告干什么 然后而且配合演出到什么地步 宋涛说我们会强力监督民进党政府 内政委员会高金委员就马上排一个委员会 马上下礼拜一 委员会就要监督民进党政府 这不叫做配合演出吗 一套一套的配合中共的演出嘛 中共说你们警方要道歉 海巡署要道歉的时候 我们的陈雪生委员 我们的陈玉珍委员马上要求我们要道歉啊 这不是配合演出吗 中共说九二共事才有谈判 夏立衍就马上跑去中国谈判了不是吗 宋涛说我们要监督民进党政府 夏立衍马上监督民进党政府 高金马上排委员会了 这个不叫做配合演出 什么叫做配合演出 所以我们看到了夏立衍去了 让人民实在是看不下去 难怪有人就直接批评他说 这叫做现代的吴三桂 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中国还称说海峡中线不存在 那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说 若不承认将没有缓冲的余地 这是要彼此要尊重 如果假若不承认有海峡中线的话 就会没有缓冲的余地 可能会对地区造成更大的压力 应该要多方考虑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国火箭飞越台湾上空 我们没有警报 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外空 他是在太空 外太空基本上不属于我们的领空 我想这个观念要有 那不是我们的领空 所以我们监测 但是没有发警报 邱国正说全程掌握 有危害就会发警报 所以王定宇说 希望中国发射的轨迹 不是挑衅的行为 连奈世保都说 中国这样子愉悦中线 三番两次 其实他要想清楚 要看清楚 台湾人民是反对的 所以从这里来讲 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夏令言 非常的不恰当 如果你要去跟中国讲 你应该先跟中国抗议 请他管束三无渔船 不要越界 今天是你的整个渔船越界 我们才要去追捕 那我请问一下 那个路上超速的人 警察去抓 难道你叫警察不要抓吗 今天是你自己犯规 在去年7月14号的时候 也是一个三无渔船 在澎湖海域 也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被抓到 被喊停 可是他就继续开 继续开之后 突然被追上市 去之后 我们的这个海巡的人 登船检查 然后把整个渔货都抛掉 因为他走失船 然后整个带到马工部队去处理 这个东西都是完全相似的 这个整个海域就是我们的治权的范围 那请夏令言 那这次只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生了人命 但你不能说 我这个逃赵逃的人 这个人命就是一切为准 然后这个你违法部分就不用追究吗 所以我觉得夏令言的发言很奇怪 而且如果你是在国内说 我会好好监督这个执政党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你跑去中共那里跟这个宋涛说 我们会好好帮 好像帮你监督民进党一样 请问你是哪一党的 请问你是哪一国的 这个所谓的政党的发言人 我觉得今天赖事宝宝哥讲这个话 有道理 但是整个国民党在这个立场上面 完全就被夏令言给破坏了 那我们就是可以合理的认定 真的国民党就是听共产党在指挥的吗 国会的一切法案 我们更担心一切法案 未来合作不合作 都是中共要不要过这个法案吗 所以这种给台湾人非常不好的感受 而且这些党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 完全只会针对我们什么 有这个所谓过失什么人命的问题 完全不强调我们这个主权 这个治权的管辖 就是你们越界的事情 为什么不追究 为什么不追究中共派这个三五 这个渔船来这边来骚扰我们这件事情 请问你们中国国民党立场 是站哪一边 是站中国那边站台湾人这一边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当然我们可以有司法侦办 我们也是在检讨 我们是进入司法座侦办 还一个真相 但是你们一直强调我们草菅人民 哪里有草菅人民 那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越界 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越界 然后来挑战呢 然后造成一些事端 然后就把东西把这个冲突无限的扩大 你们到底想要干嘛 我坦白讲你们520之前想要干嘛嘛 这个东西让人家觉得很莫名其妙 夏立言发言你回来好好的跟台湾人交代 国民党到底还要不要在台湾的选举 或政坦市场立足 还是你回去中国选好了 你去中国选嘛 你就听宋涛的嘛 那有人在问说宋涛讲的话 还有夏立言会去中国 是不是宋涛要他们去了 他是不是去跟宋涛报告 现在大家都有这些质疑 这是中国国民党自己搞来的 为什么 每一次有事件发生的时候 刚好就是夏立言去的时候 就这么巧 每次都这么巧 那中国又在海峡中间不存在 所以呢 邱国珍说 若不承认将没有缓冲的余地 哎 范老师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亲蒙打 一步一步的在往这里迈进 一步的在认知战 法律战 心理战 一直在踏进来 我想这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怎么样把一个非法 对方非法就是的渔船 捕捞越界的事情 转化成一个 就是说 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 有没有录影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危机 那我先给大家看 就是说 有一些专业的证据 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 非法就是说 捕捞越界事情 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2016年 他在阿根廷 就是说这么远 海军警告后 被击沉 也是非法越界捕捞 2016年 中共的渔船 在韩国 进行非法捕捞 那韩国 政府就很清楚说 必要的时候 炮击 击撞击的措施 如果你去整理的话 那的确 好几年 2016之后 就是说都有急沉 事实上是很不幸的 有人伤亡 所以我们要回来看 这一次 就是我们的海巡人员 依法执法 那内部来讲 检讨如何能够证据更值 更齐全 如果能够有机会 当然我们不如 阿根廷跟韩国 能够在国际上 跟他去理力争 可是我们内部的检讨 跟对外的部分 是对方非法在先 这是非常明确的 海巡人员就好像我们海上的警察 那回来讲 那个叫做非法三无的渔船 那到底是走私 还是各方面 这个明显 就连在中国内部都是一个非法的行为 加上越界 我之前其实都已经讲过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中国所谓的要把台湾的台海内海化 还有我们航线的这个不承认我们的中线 这都是同样的伎俩 那他要塑造成一个所谓的新正常 那就是要 就是说 不断的限缩 甚至一个内封锁台湾的情况 那未来呢 在法律战上 我觉得我们国内应该不分党派 内部将来如何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 可是对外 他就是三无非法 就是说 而且他不只针对台湾 针对我刚讲的 就是 就是不管是阿根廷 韩国 连俄罗斯 他都有争议 俄罗斯遇到争议的时候 虽然两边是兄弟之邦 也是非常的强硬 那菲律宾也有 中印边界 没有海的也是有边界 那日本都有 连美国 吉里巴斯 就是说都跟美国有争议 所以这样的部分 我们自己要理直气壮 那不论党派 那所以我想夏利言这样子 为什么要跟中共唱和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 那这部分我真的是要立场坚定 大家一起去支持我们的合法的 就是说保护我们的领土 也是保护我们的渔民 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移民 移民署 还有我们的海巡署 很多人讲我们台湾的警察 是最温和的 最温柔的 你在美国看看 你包括在日本看看 那中国更不用讲 那大家想 我们的海巡 中国的这些非法渔船 在爱根廷是直接被爱根廷 海军直接把他打掉的 直接把他击沉 所以大家去想 我们有这样吗 还讲我们草菅人命 到底是谁草菅人命 所以实在是太离谱的这种说法 而夏利言竟然配合 夏利言配合不要紧 内政委员马上要做报告 接下来呢 看到了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 马上要核推什么 燃营理推 缩短中配入籍的年限 那陈建仁 我们的行政院长说 知识体大 持保留态度 奇怪 怎么这个时候又会来这个呢 夏利言去的时候 刚好就这个法案要出来 那这是不是一种洗人口 到时候洗人口 那台湾就被洗人口 最好的例子不就是在香港吗 抗疫中配入籍年限缩短 联署现在已经破六万了 薛瑞言说 关键在一亲来台用健保 一亲来台用健保 我们让大家看一看 中国籍的配偶 这是外籍的配偶 依国籍法 它是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他要放弃原国籍 中国人不必放弃原国籍 他必须通过规划考试 还要考试哦 他不必通过考试 还要提供财力证明 他也不用财力证明 所以呢 一队人跑到这里 用你的健保 然后呢 外籍配偶的父母 只能申请停留 结果呢 中国籍的配偶 七十岁以上 十二岁以下的直系亲属 都可以申请一亲 长期居留 居留跟停留不一样 停跟居 当然不一样 看字就知道不一样 你看外籍配偶 入台四年可以申请 加上放弃国籍 还有考试等等 至少需五年以上 一般来讲 其实我告诉大家 都要八年 平均都要八年 而现在中配 入台六年就可以申请 他的程序六到 人家程序九套 所以啊 外配需八年才能取得身份证 中配只需要六年 诶 这样有道理 永宫 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啦 他们现在所有讲 我觉得国民党很奇怪的是 第一个我们讲一个人的权利 简单讲就是外国人驾到台湾 或者娶台湾人 跟台湾成了婚姻关系之后 他能不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 这件事情 还有他有什么权利嘛 简单讲能讲 所以我就讲这三个权利 一个叫做社会权 什么叫社会权 就是健保嘛 我们社会福利 他们这个权利 一个叫做法律权 就是说他在 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身份上 适用民法 不管是继承买卖等等 一个叫做政治权 就是他们投票权 我就讲这三个就好 现在的这个社会权 陆配 中配 也就是中国配偶 是比外国人还要好很多的 我们的外配啊 外籍配偶 外籍人士规划中国 规划中华民国之后 或者嫁给台湾人 或者娶台湾人之后 因为婚姻关系 而取得身份证 他有没有依亲 没有哦 外国人是很难依亲的哦 陆配有没有依亲 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依亲的差别有多大 你知道吗 依亲一样来就是一样 我来了半年之后 我就可以享有健保 外国的配偶 没有什么依亲的 他们只能来这边 刚刚就讲了 他们来申请 要申请停留 停留证 中国配偶的亲戚是可以来 一一七是要可以长期居留 然后就想健保了 请问这是哪一个福利比较好 对不起 中配福利比较好 第三个社会权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一一七 你不要说人家年纪很大了 七十岁以下 还有十二岁以下 不是哦 六十岁以上 他就可以申请 他说因为他比如说 身体有障碍啦 生活需要照顾 所以六十十一上是六十岁以上就可以来 来之后还可以带一个十八岁以下的 为什么又要照顾他 这个外国配偶都没有 这是社会权 第二个我讲法律权 这个大家都一样 但是我们外配的限制更多 如果同样算每一年要居住一百八十三年的话 算起来一百八十三天的话 在台居住一百八十三天的话 其实外配比中配时间还要更长 这是法律权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政治权 政治权讲白就是投票 如果你的社会权有了 你的法律权都是一样 甚至更好的时候 你为什么急着要从四年变两年 这差 从六年变四年 这差两年差别在哪 我看起来只有政治权 那你说没有妖魔化所有的中配 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独裁国家 让他有计划的 他本来就有计划 看香港就是洗人口 看新疆也是洗人口 看蒙古也是洗人口 他本来就 你现在去看蒙古 你现在去看新疆 新疆人的人口 蒙古人的人口 都比汉人还要少 到时候他有计划的输出 那我们台湾怎么办 我没有说所有中配都这样 但是对于这种独裁国家 我最后讲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一条讲得很清楚 国民党的朋友们 为什么制定两岸关系条例 因为要确保台湾地区的安全 与民众的福祉 特制定子条例 什么意思 我所有的考量 应该是要考量台湾地区的安全 而这就是最关键的 这跟国家安全有关 因为这涉及的不是你的社会权 不是你的法律权 包括你的政治权 就是你投票的权利 而这投票 包括所有的活动都跟我们近几年 很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有关嘛 所以义善其实中国配偶来到这边 大家看到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中国配偶是他连前婚姻 有的人是在中国离婚以后叫到台湾来 或者在中国离婚以后娶台湾的女孩子 结果他的前配偶 所生的这些孩子 等相关的通通可以来 然后还有跟今天有一个领书 当然这可能不是普遍的 不过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有的人拿到身份证以后 马上就跟台湾的配偶离婚 然后他已经拿到身份证了 他马上回去中国 再跟中国的结婚 然后他的前配偶不但可以来 参加结婚的配偶又可以来 来了以后他的前配 他现在结婚的这个中国的配偶 他的中国配偶的前配偶的 还可以再来 这个实在是很可怕 可是这个在外籍配偶 是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义善怎么来看呢 对 陆配跟外配取得身份证的方式 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系统 一个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一个是国籍法 好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主张的 所谓的六年说四年 就只有这一条说 他们因为这样子跟外配不公平 所以我们要照顾陆配 我们不应该歧视陆配 那全部公平啊 刚才徐国庸 那个主持人徐国庸委员 前面提的这些东西 全部改法修正 全部一致公平 全部都考试 大家一致公平 而且我还要求 我们不要忘记了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做中国 这个中国是独裁国家 而且他把所有的武器 他把所有的飞弹都对准台湾 所以国安法要针对陆配的安全检查 做强烈严格的检查 这个才符合整个法律制定的 所谓保护台湾人民安全的 所有法律的规章嘛 所以第一个如果要求公平 刚才所有的那些权力 权力义务 全部都要一致公平 第二个为了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 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 我们应该对于所谓的陆配 进行更严格的所谓的国安检查 第三个 其实这个都是假议题啦 蓝白要的叫做选票啦 柯文哲说过嘛 只要大学毕业才能投票 他已经赢了嘛 只要陆配的人口 陆配的小孩 陆配一亲的人 全部的人口超过台湾人口 国民党一定执政啦 民众党一定做总统啦 这个才是国民党民众党 要修这一条的真正唯一考量 就是希望透过中国人口 大量移民 洗人口之后 台湾变成香港 而台湾变成中国一部分 他们才能做台湾的特首 所以 秦皇 这实际是理破 第一天 马上有三万多个人连署 是由医生 他们发起的 因为他们从香港 看到了中国人到香港以后 当中国开放门 当香港开放的门路 让整个中国人 可以自由进来的以后 尤其在1997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洗人口 洗到现在香港的人啊 说看个病啊 要照个二马要等二十八个月 二十八个月两年多 然后呢 这些进来的奶粉啊 什么都买光了 让香港人自己没有 因为进口的都被买光了 所以像这些问题 难怪他今天已经有六万个人 连署反对了 这是很少看到个法案这样子 反对的这个 现在连署反对主要是医护 可是我要这样讲 这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洗人口部分 洗人口部分不是就在香港发生 中国洗人口这件事情 也同样拿去对付新疆 新疆 也是拿去对付新疆 所以这件事是中国在做 所以这是客观的数据了 过去这几年香港移住的人口里面 有大概六成左右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地区 那香港自己人有很多是急得要往外跑的 所以香港的人口的置换 在人口结构上是很明显 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 这个问题坦白说 他就是一个政治上民众党 国民党要开发选票的问题 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拿歧视这件事情去讲说 外配跟中配两边待遇不一样 很明显是歧视中配 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讲最多的不是我们台湾人 很多嫁到台湾来的中国籍配偶 在YT的影片上面自己都有讲 因为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歧视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跟外配比较之后 有很多大家的福利权益是不一样的 我光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也是我从一个中配的 他自己的YT频道上面看来的 他说这个中国籍的配偶在台湾 申请居留延期 你知道多少钱 哪百块 然后如果是外籍的 外籍的配偶要申请居留延期 多少钱 一年一千 两年两千 三年三千 连金额都不一样 外配比较贵 然后中配比较便宜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地方 除了我们前面在讲的什么 不要放弃 那个不需要放弃国籍 不需要财力证明 不需要规划考试 中配有的有很多项目 不是比外配来的优渥的 所以冒然的把歧视两个字扣上去 这个叫做乱比一通 因为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二个要说的 那第三个要说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第三个要说的是什么 来我给大家看 这个一样是中国籍的配偶 四川成都来的 这个叫上官乱 他自己有自己的YT的频道 上官乱 他在上电视节目上面的时候 他讲的很有趣 那比例数字 大家参考就好 他的意思是说 台湾九成多的 这个中国籍配偶 其实来台湾就是求一个 岁月静好了 什么叫岁月静好 就是我好好的工作 我吃饭 然后我生活 但是你就不要来 就是 大家就保持岁月静好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家人 就像软肋一样 在中国的手上 因为人都还在中国 但是呢 他说就是有一部分的 这个中国籍的配偶 他会成为两岸红利的 这个享有者 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部分的 中国籍配偶呢 他就是会利用 比如中国有统战的需要 然后去做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活动 好 那刚刚好 什么叫刚刚好呢 今天是三月一号 今天就刚刚好 有这么一则新闻呢 是前几年的新闻 到现在终于看到结果是 就是何建华案 中国统战部下令 给他四十几万 让他在台湾做相关的活动 他的活动其中之一 就是包括拿着蔡英文总统的博士论文 然后去抗议说蔡英文总统博士论文是假的 这件事是他中国交代给他的任务之一哦 那我请问你 这件事情会发生在其他国籍的配偶身上吗 不会嘛 这个只有中国籍的配偶身上会发生嘛 因为中国籍的配偶 就是中国的统战部 就是会找一些特定的中国籍的配偶 来做这种政治上的事情嘛 你看哦 他的目标还说 这个统战部下给他的目标是 把三十八万的中国籍配偶 通通凝聚起来 目标支持国家统一 支持一国两制 统战部给他钱 让他做这件事啊 让他在台湾发展组织啊 这种事情 那我问你 其他哪一个国家配偶会发生 不会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看来中国籍的配偶的时候 他就是多了一层的国安的考量嘛 那至于歧视这件事情呢 因为法源不一样 所以冒然的扣上歧视这两个字 说真的 你直接看进去 他们所享有的这些福利待遇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用歧视这两个字根本不通 但是意图从里面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这件事情 在这几个党的身上 导致都通用的啦 怎么来看的米凤 那我正成啊 正成一致嘛 那你就放弃国籍啊 对不对 你就比较外配放弃国籍 你不要只放弃户籍啊 那全部都一致 我们就没有歧视的问题 所以这里有人要讲 蓝白推缩短 入配入籍年限 绿营说国籍户籍 你都傻傻的分不清楚 对啊 不要国籍和户籍 傻傻分不清楚啦 就把他简化说 他们要四年 人家好像三加一 其实不是这样子 是其实外配 几乎都要八年才拿得到 最少 那吴辛黛说 国民党反映了中国的意志 然你推缩短中配入籍的这件事情啊 这是中国的意志 所以夏立言刚好又在中国 对啊 所以说 我就说你通通放弃你的国籍 我们对你的国安就会 有一层的这个比较少的顾虑嘛 因为你没有中国国籍 你就不会被威胁或是干嘛的 那其他的外配一定要放弃国籍 那你我们我们凭什么 我们这个叫做歧视你们吗 我们可以容许你双重国籍 那怎么哪有叫做歧视的 而且像这个所谓选举当中 柯文哲推了很多姓 有姓马的啊 有姓什么 徐春英的 马什么威服 是今天被 马智慧被解释了 对 这些人 他们都那么简单的身份吗 他们都是外配 都是所谓的 大陆来的 这个纯粹来这边居住的人吗 他们上面的身份上面的责任跟任务是什么 你要不要诚实的 蓝白这个在野的阵营 要不要诚实的告诉我们 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任务 你们为什么要提 提这种人 尤其是马春英 他根本毫不忌讳 他就大肆的宣传 整个中共的这个所谓 我告诉他 他就是来这边负责统战的 我一点都没有冤枉他 他就大量的毫不忌讳宣传 他这个什么中国统一战线 怎么样怎么样的 办什么回娘家活动 请问我们台湾人对这种还包容 还真的还容忍你 因为我们是言论自由的社会 那你现在说我们歧视他们 是歧视哪一点 你根本就不用 国籍是多重要的事情 国籍代表你的忠诚度 如果你要来我们这边 当我们的国民的话 我们可以容许你不用放弃国籍 何况中华民国跟人民共和国 本来就是中华民国跟人民共和国 本来就是敌对的国家 我们还容许你可以保留你的国籍 我们对你还不够宽容吗 我们歧视你哪一点 我们只要求你放弃户籍 而且不用考试 你觉得繁体制跟简体制要不要考试 要 要 要不要考试 要考试考两个 一个叫做语言 就是外国人归籍要考两个 一个叫语言 一个叫做身为中华民国公民该有的一些公民尝试 我跟大家报告 全世界规划 大家知道很多人去美国拿到美国的绿卡 去加拿大拿到加拿大的枫叶卡 那就可以有永久居留权 可是当你想要规划成美国人 你在美国是要参加考试的 他会考你什么 第一个考你美国国歌 考你美国的历史 美国的国父是谁 他会考你这些美国的历史 你要不及格 你不要想规划 他不给你规划 所以啊 考一题就好了 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 他们如果不打圈就是错 就不能规划 如果打圈 我们就送到中共那一句 说你已经打圈了 习近平就是独裁 我们只是考繁体制跟检体制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不讲极端 我只要讲说 那至少来到这里 你也唱一首中华民国国歌来听听看 对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也要告诉你 让你知道哪一个国家 用一千多颗飞弹对准台湾 随时想要打台湾 请问是哪个国家 你也要考一下 美国也会考这个 你不要以为美国不会 日本也会考 没有一个国家 规划不必考试的 所以我们对中博已经够好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 这个议题 今天已经六万连署了 我相信会一直往上冲 那就看看 这一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已经讲了 不要以为你们在国会多数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看什么 看国民党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 国民党本身你看林志庙宇兰 已经被起诉了问题一堆 对不对 拖到现在 还有看看 包括当然民众党 那个是民众党高宏安 现在 新竹市出事了 现在新竹县也出事了 遗憾天坑难有关 新竹县长杨文科 招控 涉滩被搜索 讯后五十万交保 听好这个是被告 当然新竹县政委会说 没有步伐了 没有步伐了 然后国民党 他说相信他的操守了 支持他捍卫清白 再替杨文科背书 不过欧阳廷新竹县的议员 他讲了 新竹县名人命不值钱吗 早质疑杨文科与建商之间有不当的对价关系 如今传出杨文科疑似涉滩遭调查 更令人怀疑杨文科是否不顾县名居住安全 竹北天坑崩塌多次 我记得五次还是六次 建府却一再放行 让建商复工 杨文科收受风域建设 87万7420元的政治现金 这个是这样子的 可是今天还去搜索 如果只是这个政治现金 不会搜索了 因为政治现金都已经申报了 现在又有搜索 状况怎么一回事呢 来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青竹县去年多起天坑案引发社会哗然 受嫌收费的公务处前处长江南渊才刚交保 回归县府出任检任秘书没有多久 检掉巡线查到县长杨文科身上 带回征讯后以50万元交保 检察官讯问后 任杨文科先生设有贪污治罪条例之最嫌重大 但无申请积押之必要 讯后交保新台币50万元 即便前一天被征讯到午夜 杨文科依然照常上班 强调自己的清白 立院党团第一时间声援 把案情导向民进党政治追杀 台南跟高雄的天坑有几千坑 请问有约谈到哪一位市长 不要看到现在拉白河国会过半 所有的人生公旗 抹黑重伤全部除楼 他就是涉嫌重大 所以才会50万交保请回 对于国民党来讲 永远都是戴着有色眼镜 在看所有不论是检掉 或是公务员的执法 你们现在是不是又想要用这种 所谓施压的方式 要让检掉来办案却步呢 绿营邀兰好好面对自己的弊案 新竹的立委在帮杨文科讲话 除了公务员生涯奉公守法 最后一次出现天坑 也是快要一年前 现在才查时机太巧 是不是因为520即将到来 李进党政府可以打压 我们来执政的现实 去年当公务处长的家里 找到上千万的现金 藏在水管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呼吁应该要向上调查 新竹也值得更好的环境 不应该因为建商的勾结 而让大家连一个安心居住的环境 都没有办法获得 新竹出身的实力党主席王婉玉 也看不下去 呛瞎国民党 杨文科的涉探案 恐怕还有得烧 我们这里有个驻新竹的 怎么来看 好这件事情先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杨文科他面对的 他就是被搜索嘛 然后呢 他被侦办这件事 他是50万交保 那大家会问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来告诉大家 在新竹 我们知道新竹是科技人最多的地方 而新竹县的竹北 又有很多新大楼一直在盖 但偏偏就有这么一栋大楼呢 让大家觉得真是太夸张了 一年的时间 从二零二二年到二零二三年 整整就是我们讲说崩了五次 天坑塌五次 那塌五次里面 其中有一次还看到一台特斯拉 就刚好掉在那个坑里面 你看有多惨 然后呢 然后当时大家在想说奇怪 你看这些都是当时一台一台的车子 掉在那周边的坑里面 然后这一栋呢 这个是好像是丰益建设盖的楼 然后呢 这里面当时的争议就是在争议在于说 第一个 他的建案呢 当时设计的时候是13层楼的案子 后来改成32层楼的案子 13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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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人了 然后有个关键的重点是在于说 13变32呢 结果呢 那时候有个重点是在2018年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能新建的高度呢 把它放宽 我举例来说啦 比如说假设盖到两百公尺 那他盖到就是一百九十八公尺 那个八十公分 意思就是说呢 跟第二 进入第二阶段环平所需要的程度差二十公分 他如果盖到这个规定的两百公尺的高度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要做第二阶段环平 因为量体太大了 结果呢 2018年的时候呢 这个规定改了 改成那个两百公尺 然后呢 这个建商呢 盖到一百九十八 然后点八 一九 一九 就是刚好差一点点 反正就是大概差二十公分 就在范围内 然后所以他就变成不需要做第二阶段环平 不需要做第二阶段环平的时候 那当地的民众 大家会想说 喂 你这个从十三楼变成三十二楼案子 又不需要做第二阶段环平 十三楼变三十二楼 是 哎 整倍呢 两倍多的高度 对 所以这个案子当时呢 很地方很多人在 不是 我要问的是说 他奔他的五次 对不对 对 那第一次奔他就应该停 停了就不应该让他复工啊 为什么第一次奔他 让他复工 又第二次奔他 第三次奔他 第四次奔他 第五次奔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中间过程里面 他据宪府 当然是说他有改善嘛 所以他继续施工嘛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件事情呢 我跟你讲 他引起很大争议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 这个建商 当时他有这个 政治现金 除了政治现金之外呢 他还有场地提供 杨文科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 当竞选总部 对啊 政治现金竞选总部 对 然后第二个 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真的查到钱了嘛 所谓查到钱是说 这个新竹县的前公务处长 江良渊那个时候被发现说说 哦 他竟然有收钱 那收钱这个还分阶段 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搜索先查到说 在他新竹的住处 查到一个长钱笔记 从长钱笔记里面发现说 哦 原来你有这么多笔钱 藏在不同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他在新竹有住处 在台中也有住处 因为他好像在两边都当过公务员 所以呢 到他台中住处一查之后 发现阳台的排水管里面 可以藏钱 所以这钱怎么藏 睡起来一手一手的藏在排水管里面 藏在排水管里面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那个公务处长 在当时已经被抓到了 而且也人赃巨货都抓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隔了这么久 调查局才动 大家可以知道 调查局为了收正这个案子 花费了多少心血 所以不可能没有证据 尤其他是去搜索 而且是直接到县长室 县长办公室去搜索 这个事情可是相当大 所以方伦 这大事 我说老实话 我认为这件事情 对于杨文科的政治生涯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但是我只讲 目前现在新闻上面 跟杨文科他自己所讲的 他说在天坑案发生之后 他立即将这个建商 移送检掉真办 到现在为止没有允许复工 到现在为止没有允许复工 那当然这是杨文科的说法 那到底接下来 我们不管在县府里面 或者他所谓这个公务处长 现在有查到钱 就是公务处长 对不对 这个人身上到底有没有猫腻 我认为物网物众 检掉本来就应该要查 但是今天我们把看这个事情 是说已经扩大到所谓 县长层级 要到杨文科 你要搞到五十万交保 刚刚我们在中间 广告控场的时候 还有聊说没有一定证据 不会这样做 不过我有一句话 刚刚你讲的 你说没有让他复工 不过这是议员讲的 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新闻报导 议员的确都有讲 县府却一再放行 让建商复工 所以这个时候当时在议会议员都有讲 你为什么让他复工 就是在问这个 所以应该是有复工吧 对 所以我刚才讲 我刚才有前提就是 这是杨文科 刚才在记者会的时候 杨文科讲的 杨文科讲的嘛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些东西 杨文科讲的竟然跟事实还不符合 因为他前前后后叹他很多次 所以可能我认为是在次数上 一次就应该让他整个解决了 以后才能够复工 你看台北市不是这样做 新北市不是这样做吗 吉他案子也是这样 三重案子也是这样 怎么会一再的奔他的五次 然后所以人家讲 奔他多次一再放行 让建商复工 我想议员不会乱讲 这个当时的报纸也是这样写的 对 所以我就认为 这就是很有猫腻的地方 刚刚我们才讲说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证据 这个法官是不会判 这个搜索票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现阶段 对于杨文科来说 是你的人生政治生涯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点 你有责任跟义务出来 跟大家讲说 所有新族献民 我杨文科跟你们保证 我坦荡荡 我绝对没有问题 把证据查出来 那当然 最后我相信检查案 会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细节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也要去承担相对的后果 我让大家了解 现在检察官要去搜索 检察官没有权利搜索了 检察官现在去搜索 要申请法院的搜索票 你以为法院那么好申请 我跟大家报告 检察官来申请搜索票 常常被法官 打回去 只不过这个打枪 因为它不是公开的 所以没有人知道 大家也不会讲 对不对 所以你来申请 我就不给你 所以我曾经听我们的警察同仁讲 这些我们要去搜索 拜托检察官申请 检察官说 嗯 这这样 去一定叫打枪的 不通了 然后呢 甚至好申请 就还是被打枪 因为法官对证据 他还是要觉得 相当合理 足以怀疑的证据 他才会准你搜索票的 所以这个搜索票的开出去 不是青菜开的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 杨文科的这个案子以外 同时也要看 杨文科当然就被告了 还有一个是被告的 这个人 谢国良哀告强盗罪 今天出庭应讯 又是一件 也今天也出来 所以怎么会这样 范老师 所以国民党你看 但从宜兰现在新竹 然后谢国良基隆 怎么来看呢 我想刚刚那个复工的部分 如果大家查一下 就是去年六月的话 那些社区旁边的 那个竹北厅跟旁边社区 其实就是质疑 县府一直在拖 那其实是跨党派的议员 就是说立委候选人 就是说都到场 包含时代力量的王婉玉 然后连国民党的议员 还有民营党的欧阳廷都到 那有一个蛮重要的讯息 据说今天杨文科出来说 他没有收贿 可是民进党的新竹先议员 欧阳廷就告诉大家 根据申报的公开资料 杨文科之前收受了 这个天坑的这个建设 封印建设 87万7420元的政治现金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共同的资讯 那时代力量 而且听刚刚清婉还讲 他的竞选的服务处是 竞选的总部 2022的竞选总部 风力提供的 对啊那这个部分就是 你有没有涉贪另外拿钱 是一件事 现在很明白的 表示他们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 然后是不是有放水 而且是跨党派的议员 至少在那个 说你拖 然后被复工的那个 去年六月的新闻现场 有国民党的 有民进党的 然后也有时代力量的 那时代力量是直一说 那这个新竹县政府 是不是建商门审 那当然我们现在希望 检掉赶快给大家一个结果 但是我也要讲了 我们这个新竹 是 就是说从这个到新竹县 这个涉贪的事情 真的让大家怀疑 就是说这个大新竹共好 会不会变成大新竹共贪 真的希望说我们新竹县名 那包含就是说新竹市民 大家用擦亮眼睛 这么高水平的 就是说泄民市民 不应该让杨文科这种 目前无法 他公开说的话 我们都认为没有说服力 那继续下去 所以易善怎么来看 尤其谢国良 现在杨文科出来了 谢国良 谢国良 这也是很离谱 民事纠纷 他竟然动用警察 他现在又怎么讲 开始 人家说他跳船的 他说我没有指挥警察 我没有指挥 奇怪没有指挥警察 警察自己会去 难道是交通处下令了吗 交通处可以命令警察吗 交通处有资格指挥警察吗 全基隆市只有一个人 可以指挥的动警察 只有他有权利 那个人就是谢国良 所以谢国良说 我是政大法学院法研所的 法学硕士 当然他是学士后法学的 那我们都了解 不过我要问了一句话说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难道你不懂 警察不可以介入民事吗 难道你不懂 只有你有指挥权 你还把指挥权推给人家吗 所以从这里 还有杨文科的事情 杨文科这五十万交保是大事 对谢国良 这个叫把民事变形式 因为现在这个他治案 他现在说他是他治案 他是他治案被告 跟所谓的杨文科不一样 杨文科还真治案 他有所有的法 国永兄就最很清楚 他当过律师最清楚 随时都可以转成真治案 所以是不是他治案 跟真治案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是你所谓的 强制的进入商场这件事情 你已经违反了 所谓的强盗罪 现在就是刑事案件 跟民事案件最大不同 就是刑事案件叫做 证据到哪里 办到哪里 不可以和解 民事案件还可以和解 所以维丰跟内的还可以和解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能和解的 所以为什么昨天林又昌 讲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他直指谢国良 你十点有开会 因为林又昌作为内政部长 他作为所有警察的一个保护者 所有警察的最后的一个长官 他必须保护警察 如果不是谢国良 难道是分局长 难道是局长自己去的吗 那个他就会变成 在这个所谓的刑事案件 被列为被告嘛 所以林又昌保护了警察 但是谢国良 你却推卸责任给警察嘛 如果不是你指挥 变成是警察自己去的哦 变成警察自己去 那变成如果他是一个刑事案件 他的犯罪人就变成警察 就变成警察 要帮你谢国良背锅嘛 所以一个是有担当的主管 在保护警察 一个是没有担当 在推卸责任 把所有刑事责任 推卸给警察的长官 所以看到了谢国良 我要我要再次向大家来报告一下 基隆是只有他有权力指挥警察 只有他有权力 而这个权力不是随便就可以放给人家的 所以呢 你可以指挥警察 因为你是地方首长 结果呢 你竟然说他没有指挥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吗 他有去检报 为什么不知道 你去检报了 然后呢 难道这个检报不就是沙盘推演吗 因为检报就要告诉你 我们怎么进去怎么样 然后碰到什么要怎么样 这不就是检报吗 所以呢 我们看看 TPOC 谢国良负面声量暴增 逼近40% 大家看到 好 东岸三场列 开议首案 绿酸谢国良 办说明会 想要转移焦点 所以呢 大家在看 所以 明峰 所以这样看起来 你看 新竹 当然 宜蘭早就有了啦 还有谢国良 对啊 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国民党这个地方 已经包围中央了嘛 可是问题是 你看看出来 地方要包围中央的前提是 你地方执政要执政的很好啊 那民进党的 之所以可以从 取得中央政权 是他的地方的执政 都执政的很好 所以才逐渐取得中央政权 那你像你这样 违法乱纪的事情 出现在你地方的政府上面 那你未来还有什么 什么政治前途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待的 像谢国良 这个是最基本的尝试 结果他连尝试都不管 我请问一下 你去听简报 不是你下令的 你还可以撇得清楚 撇得清楚一直跟他讲说 你不是你下令的 那你就要办那个公务局的人 或是办警察局的人 如果是交通处的人要处理 对 奇怪那你去听什么简报 对啊 你就让副市长去就好了 对啊 督导的副市长就好了 那这些人就是善自妄为啰 那你就处理这些人啊 交通处可以指挥警察局 不要骗人啊 那你就把交通局长给他fire了嘛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处理这个警察局 然后你这个警察局长 怎么乱听指示啊 这同样是开除嘛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在这件事情上面 从头到尾 他就是在乱说 然后就骗大家好像都不懂的样子 他说我没有去下令 明明你就听解报 一般人尝试都知道 好不好 然后对于这个产权的解释 他完全不敢讲二到四楼的产权 就是主副公司的 就是所谓的net的 他完全不敢讲这句话出来 然后呢 上频频的上电 上那个网路节目 什么董事长开讲啊 还有光琴节什么 什么节目我不晓得 然后就讲了丢塞蜡势的 完全讲不清楚 那我请问你 那你解释了 解释什么呢 所以你的负面声量 才会那么大嘛 因为你一直讲 然后大家越讲越花 然后不晓得你在讲什么 所以你自己的危机处理 到这种程度的话 要检讨的都是你自己啊 那杨红柯也是一样啊 如果检调没有证据 敢去弄 那我们就办检调啊 是不是 检调我觉得一定有相关的证据 你以为要申请搜索票那么容易哦 哎呀很不容易啦 因为是层层的把关 调查局自己要把关一次 因为他搞不好送出去 又被检察官打枪 然后呢检察官收到了以后 还要再自己考虑 因为他如果去申请搜索票 被法官打枪 那个检察官也很没面子 不但没面子 搞不好他的口气都会受影响 所以他也要再把关一次 最后呢法官要给你 法官也要想很久 法官说我乱发 现在掉下去 事情就大掉了 所以法官还要再省一次 哎拜托哦 那么容易吗 所以我要让大家了解说 杨红柯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大家要特别注意 尤其效果量 你看他总升量 正升量只有不到十趴 好 结果负的升量将近四十趴三十七趴 这就是这就是谢果量 所以大家这个事情 我们会继续来观察 继续来看 尤其他今天哀告强盗罪 什么叫强盗罪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强暴脅迫要记催民术 或他法取他人财物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啊他显然的 他有强暴脅迫 不过致死不能抗拒嘛 这个事情我们再追下去 不过我们要看一下民众党 柯文哲要开小草咖啡厅 要卖饮料泡面 预计北中南这三处要先开动 在林口北屯高雄左营 结果呢才一提出来 马上被打枪说 哎民众党你是政党 政党可以经营事业吗 不可以耶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发现 哎呦错了 马上怎么讲 没有没有 这是支持者要开的 支持要开的跟你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在问这件事情啊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不管是继身国会 还是国会继身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每周二五立任总职群时间 一定到党团跟立委开会 不止国会要发挥白色力量 在柯文哲的大选检讨报告中 还要把政治当作企业 透露规划要开设小草咖啡厅 我们在从事政治里面 我们把它当作企业在处理 很科学的分析 我们第一个要先开三家咖啡馆 叫柯P咖啡店吗 还是怎么样 没听过 小草咖啡店 小草咖啡店 然后它等于是一个 大家支持者的聚落是不是 对 每个月保证都有柯P座谈会 布刀大会 热食咖啡什么都卖 还要引进贩卖机 甚至保证每个月都能与柯P相见欢 而三间店面的选址考量 就是选票 我们有算过全台湾 相邻的三个里 投给柯文哲的票数超过一万 有三个地方 林口 那个馆长那个里 再来是北屯 台中北屯 还有一个人 你想到想不到的地方 哪里 左营 高雄左营 对 看看资料 2024柯文哲在新北林口 台中北屯 高雄左营 临近村里的得票数 相加都破万 柯文哲自信满满 说四年后会成为更强的对手 但却先被质疑 恐怕违法 因为法规明定 政党不得经营投资盈利事业 为者最高可处 两千五百万元罚还 政党本来就不能 有盈利事业 所以这一定是支持者 自己去开 只是我们去 用他们开的场地 去做一些活动 就有可能是 像是借口上市的感觉 一样嘛 产业就是产业嘛 只是说 我们那个现在 那个小草 小草联盟支持者也蛮多的 就由他们 他们来 来规划来设立嘛 又是借口上市 又是白手套 小草咖啡厅都还没开 就先引发争议 小草咖啡厅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勇敢提名 N加一计划布局 二零二六 请问这个布局是谁的布局 是你民众党的布局 结果你说小草咖啡厅是民众 是支持者要开的 说什么小话 这怎么听都听不下去 怎么看啊 后不出都后不出 你说布局小草咖啡厅 为什么他不愿意设 你就设服务处就好了 你就设你的党部组织就好了 都可以嘛 民众党一年喔 一点五亿的政党补助款 四年六亿 你可以全台湾都设服务处嘛 服务处有在喝咖啡要钱喔 他就是不愿意 他连提供咖啡 他不愿意开发票 他连提供咖啡给支持者喝 他都要收钱 他连提供一碗泡面给服务 给所谓支持者吃 他都要收个三十块五十块 这就是柯文哲的个性啊 不过我要问大家一句话 上网费 小草咖啡厅遭质疑违法 柯文哲曾经说是支持者去开的 请问支持者去开的 支持者可以勇敢提名 N加一这些人吗 什么你们的提名是由支持者来提名的吗 骗鬼 是这样子吗 所以 海选啊 海选啊 还只要泡河衣吗 对没有 他一定每次都 你看嘛 他在受访的时候他都说 我要海选又要扩大征裁 结果哪一次海选东西是好东西 对不对 海选东西都来一些奇奇怪怪的啊 结果最后是什么 最后他一定要用一招了 都是支持者推荐我 都不是我自己的决定 所以支持者开咖啡厅 结果呢 这个咖啡厅的目的是要提名 要做选举用的 结果提名选举是让支持者去 支持者提名吗 不是你柯文哲提名 不是你党中央提名的吗 怎么会这样子 柯文哲每次都是这样 就一出事就把它切割出来 说人家跟他说你政党不能营业 他才说没有支持者要开 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 大家也不要苛责他 因为柯文哲很想说 怪我干嘛咖啡厅呢 我这也算党营事业 国民党营事业这么多 你来关我的咖啡厅 这是玩笑 但我要讲说柯文哲 很喜欢用小草这个 但我们就看着小草 你们不要再骗了 看着这次小草选出来的立委 在立法院的立法院长选举 以及招委的选举上是怎么样 去配合国民党 从小白变成小蓝 不演了之后 真的小草 小草有两种 一种叫疾风知境草 一种叫强头草 随便咬 柯文哲是一个强头草 看到苗头不对就转 看到苗头不对就转 就找一个理由 一下切割给支持者 一下切割给谁 要做疾风知境草 真让爱台湾的人 不过小草 草是绿色的 他已经变小蓝了 你怎么可以 看到草是蓝色的吗 所以怎么可以用小草 这个蛮奇怪的 颜色就不对嘛 你明明现在已经是小蓝了嘛 不过小草咖啡厅 小草咖啡厅竟然可以 主导提名 这怎么一回事 我简单讲 我觉得这个小草咖啡厅丢出来 基本上就是为了话题而话题 因为他真正小草咖啡厅 要用什么形式根本没人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2026距离现在 你相信柯文的现在 已经在勇敢提名N加1了吗 当然没有嘛 现在什么时候 现在连新内阁都没有看到 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现在就要提名2026 你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为了声量而声量 为了话题而话题 所以他到时候小草咖啡厅要怎么做 这等他真的要做的时候再说 所以他现在所丢出来的 你就把它当作话题的一部分就好了 为什么各位去想 过去两三个礼拜以来 包括柯文哲跑到立法院 硬要凑到康源去吃饭 这件事情 还要AA制 这些东西难道就不是话题吗 一日双塔 一日双塔 但是呢 只怕不够一拨 换句话讲 柯文哲给这个黄历 双黄 他做事情要看黄历 要看黄珊珊 看黄国昌 给黄珊珊黄国昌 包括韩国瑜 整个声量都占走了 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量 所以趁机会 故意创造一个声量 这样也算天才 为什么 难道他真的认为 只要有声量 不管是正面负面的 通通是好事 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叫做柯文哲 他不怕争议 就怕没声音 是这样子吗 哎呀 那就这就很糟糕了 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值得我们大家去支持吗 我想据说 我们真的对他的话 不用太认真 你看他是被那个 黄维翰访问的时候 说这个小草咖啡厅 而且就讲着说 我们要来开 我们不就是 对啊 他就说我们要来开 现在变支持者 另外一点更好笑 访问你把小草咖啡厅扣掉 他哽是什么 要拿什么伤心文 就是 对啊 勇敢 另外他还讲说 我的目标是2028年 县市长部分 目前不考虑 黄国昌不是这两天还说 他是新北 然后台北市 不是啦 他如果不考虑凭什么 叫勇敢提名 N加1 这个小草咖啡厅 什么勇敢 N加1 议员 县市首长不考虑 所以他立刻打脸 自己的黄珊珊 跟黄国昌 所以我觉得 我蛮同意的 他就是为了那个声量 因为小草咖啡厅 听起来很有趣 那我想提醒的是 国民党 因为事实上国民党 非常有趣 这一次我们还看到 傅昆吉说 在等电话 我们招委选举 就要准备让一行 最后黄国昌也一出说 有人说的投名状 我们是那个顺其自然 不强求 就不提人选 那其实看起来 国民党虽然有反弹的声音 还是准备 在立法院要蓝白河 那最后呢 他们也投名状了 我们在教文委员会 就很明显 一席民众党的 那国民党 民党是7比7 就最后国民党的 招委候选得了8票 然后我们民党7票 我要提醒国民党是 所以事实上是 白银在吃国民党的选票 所以说你被他吃一吃之后 是内部竞争 大家都知道政治 同类型的竞争最多 那民进党已经学到教训了 我们现在已经兼幣亲眼 我们自己去争取中间选民 没有要就是说白绿合 可是国民党还在想着 2028后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白蓝合 什么叫做小草咖啡厅 我觉得这件事你最惊讶 就是说你得到 三百多万票的总统候选人 跟巴西立委 你竟然不晓得什么是违法的 什么适合法的 这个让我们全社会都很惊讶了 他连政党不能经营事业 他都不知道 这都多吓人的事情 那未来我们在立马院看 巴西立委到底要不要合法的 这个执行 他的这个所谓的执行 他说 因为他从小就看到国民党 有那么多党赢事业 如果过来说 那你就承认你是蓝嘛 那你就把小草都蓝色的 蓝上蓝色的 你不要再说小草了好不好 这个东西就是 就让人家惊讶说 你作为这样一个政党 然后起码也是有三百多万票 你竟然什么东西违法可以做 什么违法不能做 什么合法不能做 你都搞不清楚 然后还在那边鬼扯 然后就为了声量 你就可以违法做事吗 那巴西的立法委员 我们未来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你要去支持什么